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昨天参加智库活动时表示 G20峰会是美中贸易战的关键点 川普与中国达成协议仪式 保持乐观态度 因为川普相信中国政府很想达成 外界也都在看月底的G20川席会 是否能化解双方贸易分歧 但如今又出现了变数 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了最新的 301条款调查报告 指出中国没有展现出具体回应 也没有积极面对美国提出的担忧 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诚意改变任何不公平 不合理前扭曲市场的贸易策略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另一位白宫经济顾问纳瓦洛就认为 美中信任出了问题 跟中国人无法打交道 他最近指出 当美国提出一长串结构性的问题时 中国却全盘否认 中国连美国的担忧都不承认 是要如何交涉 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经济高级顾问古德曼也分析 由于川普和习近平都有动机 暂停现在的冲突 对川普来说 美国股市出现大跌幅 带给川普压力 促成他达成协议 而非继续推动关税 从习近平角度来看 中国的增长在放缓 也有理由将放下一切来和解 因此古德曼认为 双方在G20达成停火协议的纪律 约有五成 但也有可能川习会会被临时取消 尽管北京上周回应做出142项承诺 但并不包括改变工业政策 例如中国制造2025等等 因此川普不接受 双方的贸易战火 是否会在G20峰会上平息 301调查报告的出炉 让一切都还很难说 新闻时事报 记者顺山整理报道 请问到没有和谈点 的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